蚱蚱是我们在人工环境下 繁育的第一头长颜江藤 对年龄来看已经进入中老年 但是从我们对它的生理指标的一些监测 它的行为的一些监测 包括对繁育能力的一些评估 目前看来它还是比较强的 它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监测 为我们推动长颜江藤 整个物种的或者说自然种群的保护 还有千地保护中心的管理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相关的知识 关于长江江藤淘淘淘的护理 我们这一块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还是医疗护理训练 通过我们的医疗护理训练来 收集它的生物样本 比如说对面的尿液 血样 超市影像之类的 每年的话一个日均进食量的话 大概是4公斤左右 它是积极阳光的大男孩 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 因为那个嘴巴永远就是上阳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